各位投资朋友们好 我是HELLO 这是路易斯 那今天大盘又受限到美股的一个重跌的一个压力 那中场是大跌了166点 然后跌幅是1.65% 程度上说到1139亿 那整体来说 这一根是我们近期来讲很关键的关键K棒嘛 那这地方第一点再次被跌破 一开盘就跌破了 那所以目前的格局还是一样啊 还是维持震荡整理嘛 还是在这个区间内 那本来是有机会来挑战到季线的 不过没有挑战上去 那收限到国际盘的关系嘛 掉了下来 整体来说格局目前还是维持在这间 这个地方做横盘震荡整理 那近期来讲 这一根本来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转折 那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压力了 所以整体格局是偏弱的啦 OK目前是又转弱了嘛 那从中期的格局来看还是震荡整理 那从长期的格局来看 季线还是持续下弯的 还是要留意一下季线下弯这个压力 这个季线下弯如果能够成功的 带量突破上去 才有机会扭转这样子的趋势 否则目前的话短线上震荡整理嘛 那中长线是一个偏空格局 我们的季线还是下弯的 OK好 所以盘氏目前很震荡的状况之下 其实你的停力停水一定要设定好 否则这地方大赔的话 会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往下来看哦 反而期限货不会限货是到了91亿哦 那投信资营也都在到货 融资今天比较可惜的大增了10亿 那外资的起货35888口的多单 那OP的多单也是33000口 整体来说外资今天的操作是一个偏空操作嘛 那融资买 然后法人卖 整体来说其实格局就是一个空方格局嘛 那当然今天也是大跌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融资约在这边进行主抵之后 近期环部开始垫高了 这地方特别留意一下 散户是不是开始进场了 那巴达航空的部分 一样没有明显的进出哦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认为 目前短线上还是有可能受限在于 10月11号关键黑K棒的高低点之间 做区间震荡 那中央线会受限到 我们季线的压力 所以这地方你要留意一下 近期这个低点能不能再次的成功守住 才有机会往上做挑战嘛 否则就容易破底来测试前低 这地方就要留意这样子的风险 那目前国际的一个盘式 不是那么稳定的状况之下 投资朋友们在做操作的时候 尽量不要吓太重的资金部位 我们要控制好风险 看一下期货选择选里面的 多空投排列加速的指标 整体来说短线上还是多投占有优势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长均线来讲的话 多投也成功的一个黄金交叉 代表目前的格局 盘面格局是有转折的 那盘面格局目前有转折 但指数还是维持震荡 这个时候就是多空双向了 个股都是有表现的机会 那当然多投目前是 在盘面格局上是略占有优势的 OK 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系统选股 今天系统选股路易斯帮各位选出了 一档叫1515的立山 立山我们可以看到近期 外资投资积极的在敲进 那积极的敲进状况之下 后续怎么看 好 反而充满没有问题 那技术面是不是也呈现一个 W的突破 这里打下来之后 这里足了一个底部嘛 那是不是突破了 那突破基本上就有机会挑战前高 尤其是反而在这边都是我之后建仓的 紧线在哪里 紧线在这个位置嘛 那是不是突破紧线了 那近期两天是不是都有相对大量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拉回你都可以留意 是不是拉回你都可以留意买点 那风险带在哪里 关键可以放低点 OK 好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一样先来看到这一根附近 中止附近 那防守点防守在这地方就可以了 OK 1515立山 那近期其实 有些也是非常强势 走多方嘛 像是652的一华店 今天大盘是大跌 那一华店也是有3%的涨幅 那防守还是相对稳定 那后续一样 它是一个震荡偏多格局嘛 这地方是在走多方格局啊 还是持续在创高的 那今天来讲 以收盘价来讲 也是创新高 比较可惜的点是 成交量没有上来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前高位置 形态上这地方不能再被跌破 所以这地方近期如果拉回的话 你可以做留意哦 风险就带到这个颈线位置就可以了 OK 所以像这样个股 你也是可以趁拉回的时候 去做布局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盘后解析跟现有选股 就到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 明天操作顺利 明天见 拜拜 拜拜